雷射融脂 因為可以避免傳統抽脂發生肌膚凹凸不平的問題 而成為雕塑身材的新寵 到底融脂和抽脂差在哪裡 抽脂它大脂肪塊在吸收的時候 它流血會流比較多 那第二個部分 這個脂肪萬一跑到血管 你會產生一些脂肪酸塞是有風險的 所以很久以前就有一些方法想說 怎麼樣把這些脂肪可以溶解於無形 或者是怎麼樣來取出 那剛好在幾年前 因為一些雷射產業的發達 於是我們藉由高能量的雷射 用很細的管子進到脂肪的空腔裡面 於是這個高能量在轉換的時候 可以讓脂肪溶解爆裂掉 局部麻醉後 醫師第一個步驟先打入組織液 我們在做的時候 你看要打一個水進去 把這個空間撐大一點點 那第二個這裡面就止血 然後也有一些幫助血管收縮跟麻醉的功能 那我們剛剛管子進去的時候 其實它是在這邊 雷射爆爆爆爆爆爆爆進展的時候 這個脂肪就受到一些破壞崩裂 然後又變比較小一點點 光暗一點不是照比較深一點嗎 光亮一點就比較靠前塵 仔細看 雷射光會透出肌膚 從光點的明暗 就可以看出脂肪的深淺 醫師融織動作跟打撞球有點相似呢 我現在做那個抽脂的動作 脂肪被雷射融解後 會自然代謝排出體外 不過 醫師最後還是會幫病患做抽取的動作 你看慢慢有一些出來 然後有一些組織液 我們剛剛拿麻醉跟止血的液 其實它是會散布在組織當中 所以不是很容易吸收的出來 雷射可以融織、除斑、除毛 甚至治療近視 到底雷射為什麼這麼神奇 我們的所謂雷射都有 把它的波長是多少 那根據這個波長的不同 釋放出來的能量 其實各個組織吸收的強度就不一樣 比如說它如果是跟色素比較有關係 它就偏向除斑 它跟水分比較有關係 它可能就比較偏向膠原蛋白的生成 會讓你皮膚比較緊實 了解雷射原理 就會明白這項醫療技術在人體應用上的限制 常在報章雜誌上看到燒焦的醫療糾紛 不是沒有原因 其實最主要是在釋放的時候 因為單點的那個熱量其實都是上百度C 甚至到一兩百度C 一個高能量熱能的東西 碰到哪個地方 哪個地方當然有燒焦的功能 可是如果燒焦是我們不要的組織就沒關係啊 但是我們的意思是 如果充填的 是10我 又不是10我 就沒問題